觀眾朋友早安 今天是5月7號 在昨天的時候 台南真的好熱 因為受到了封面 要靠近台灣的影響 再加上西南風比較強勁 我們來看一下昨天最高溫 就是在台南 竟然來到了40.1度 其實在台東還有台南 預警其實都還滿熱的 就是因為受到了這一波封面 要準備南下影響台灣 還有在西南風比較強勁影響 所以在背風側台東 是真的熱呼呼 但是今天溫度就要來下降了 因為雨是要下下來了 所以可以看到 其實今天全台各地 都是會下雨的 尤其在北部地區 都已經來到降雨距離90% 而在中部地區還有南部地區 因為封面繼續往南影響之下 所以其實今天在下半天 其實南部也是有機會來下雨的 但是這一道封面 還是屬於是移動式封面 所以今天過後 雨勢就會來漸漸趨緩 預計到了週二之後 東北季風也逐漸減弱了 所以溫度也會來慢慢回升 但是可以看到 其實週一的時候 還是水氣比較多一些 週一大家上班的時候 仍然是會下雨的 但是到了週三之後 北部還有東北部的溫度 慢慢回升之後 水氣也會開始減少 預計要到週六 其實可以看到還是會有一些雨勢下下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降雨趨勢 從今天開始到了週一的時候 就是會針對在中南部還有山區 有一些雨勢了 但是到了週二到下週五的時候 可以看到雨勢就會來減少了 預計到了週六的時候 水氣才會開始慢慢的增多 所以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溫度尤其在北台灣 會變化比較大 白天還是滿悶熱的 但是到了下半天 因為封面下雨 還有東北季風影響 溫差可能來到10度以上 而在中部以北 就要提醒大家 其實現在在中半 中部地區都是有發布大雨特報的 所以大家外出的時候 要記得攜帶雨具了 以上是這一節的強資訊